第十二节 真理死了 崇山峻岭盘旋在江西省北部 陡峭的山峰打海拔1500米 庐山属于沉积岩和石灰岩结构 多年风雨在其间刻出了山溅 峡谷洞穴和岩层 它的野性和坚韧备受游客青睐 悬崖峭壁和在裂缝中生长的山树 松树、柏树和樟树与瀑布相应城去 寺庙和宝塔也自成异景 远处可见长江和鄱阳湖畔的沙丘 适中的气候在闷热的夏天 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喘息的机会 在革命之前 欧洲人就在冬天长途跋涉到这里来滑雪 1895年 有个英国传教士买下了古灵谷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 又从山谷中运来软花岗岩 建了几百间平房 使庐山成为外国人的疗养地和避暑地 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也有一座漂亮的别墅 1930年代他和他的妻子 宋美龄在这里度过了许多个夏天 毛泽东把这座别墅留给自己享用 却把美庐 蒋委员长本人亲自命名的名字保留下来 毛主席在1959年7月2日召开庐山会议 党的领导人把这个会称为神仙会 神仙住在远离凡人的云端 穿云破雾 不受凡俗的限制 毛泽东要他的同事们自由谈论任何他们想要讨论的问题 至于主席自己 他心中初步想到了18个题目需要讨论 但是 他当天就听到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批评 于是在他的议程上增加了第19个题目 党的团结 他称赞大跃进的成就 赞美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干劲 为会议定下了基调 毛需要了解党内领导干部们对大跃进的想法 他把他们按地区分成小组 在组内讨论 每个小组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讨论本地区的特殊问题 主席则高瞻远瞩 掌握全局 各小组组长每天仅向主席一人汇报讨论情况 虽然怀疑彭德怀可能有什么动作 但最初几天 毛泽东精神很好 做了访问庐山著名的岩石洞穴 佛教寺庙和儒教书院的计划 当地领导还组织了娱乐晚会 在一个前天主教教堂中 首先表演音乐和舞蹈 接着举行舞会 舞会上主席被一些年轻的护士簇拥着 毛照丽要在自己的房间里招待他们 那里有特殊的严密的安全保障 毛没有干预 只是听取信得过的省领导 就没阻如何看待大跃进进行汇报 会议的许多与会者认为 庐山会议将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 因为大跃进遇到的问题 已经在前几次会上讨论过 也已经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日子一天天过去 在没有主席任何干预和小组内 都是熟人的情况下 有些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公开讨论饥荒问题 浮夸问题和干部滥用权力的问题 被编入西北组的彭德怀 是个直言不讳的人 多次在大跃进的方向问题上 指责毛泽东 人人有责任 人人有一份 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 一千零七时 是毛主席决定的 难道他没有责任 毛以沉默表示不满 他越来越恼火 因为他认为 讨论会跃出了应有的界限 有些领导人 开始不仅把毛头对准公社化的失败 而且谈到了毛个人的责任 7月10日 毛泽东再次发言 他在大区领导人会议上争辩说 过去一年取得的成就 远远超过了失败 他拿出1958年 一月南宁会议上的妙语 一个人不是有十个指头吗 我们的成绩有九个指头 只有一个指头 是缺点错误 党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 但只能靠团结和思想统一 他说 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刘少奇插话解释说 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因为缺乏经验 不缴学费 怎么能学到经验教训 周恩来说 党很快就发现了 并且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主席总结说 成绩是伟大的 问题是不少的 前途是光明的 毛泽东讲话后 没有人在说话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沉默 国防部部长彭德怀 有众所周知的倔脾气 彭回到他的湖南乡潭老家去过 发现强迫和灾难无处不在 无论是农民被迫秘职 还是干部在炼钢运动中 拆除民房 他在参观养老院和幼儿园时 看到的只有苦难 孩子们衣衫蓝绿 老人在冰冷的冬天蹲在主席上 在访问后 他继续从家乡 收到有关大规模饥荒的信件 彭对他所目睹的农村感受强烈 对庐山会议寄予厚望 他现在担心 这次会议将流于形势 出于对毛泽东的尊重 饥荒的主题将被避开 他相信 没有人敢提不同意见 刘少奇刚当国家主席 周恩来和陈云 已经沉默了一年 朱德没有什么主见 林彪元帅健康状况不佳 并对问题了解有限 而邓小平不愿说出任何批评意见 他决定自己写信给毛泽东 7月14日 毛主席睡下了 彭德怀将一封信递到他的下榻处 彭德怀有牛一样的身体 和牛头犬一样的脸 微胖 光头 大家都知道他从不对毛隐瞒自己的观点 毛和彭在井冈山打游击战时并肩作战 但多次发生过冲突 在朝鲜战争期间 愤怒地彭增不顾毛的卫士的阻拦 冲进毛的卧室和毛理论军事战略 毛主席非常不喜欢这位老元帅 彭德信开头像一段悲文 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 却有其促 而无其心 因此 是否有参考价值 请斟酌 不妥之处 烦情指示 彭谨慎地给大跃进的成绩 以适当赞美 如农业和工业生产猛增 土高卢使农民 学到新的技术 彭甚至预言 短短四年将超过英国 他说 不管出了什么问题 都是由于对主席的想法理解不够 在信的第二部分 彭坚持认为 党可以从大跃进的错误中 吸取经验 包括大量浪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虚报产量和左倾行为 他的信是平衡的和审慎的 但还是把毛激怒了 彭提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使我们容易犯阻的错误 触及主席的痛楚 另一句话也冒犯毛 我们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 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基金 门 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 得心应手 据毛的医生说 毛彻夜难眠 两天后 他在他的别墅 举行了政治局常委会 他穿着御衣和拖鞋 接见这些常委 毛泽东解释说 党外右派分子 攻击大跃进 现在党内也有人破坏运动 声称必大于力 彭德怀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的信将发给所有150名 在庐山参加会议的人分小组进行讨论 然后 他要刘少奇和周恩来从北京调人增援 彭真 陈毅 黄克诚等应尽快前来参加会议 这个时候 最高层的干部明白了情况的严重性 表态反彭 甘肃领导人张仲良说 甘肃的成功说明了大跃进的智慧 陶柱 王任仲和陈正仁都和大跃进有厉害关系 也复合 但也有一些人没有复合 总参谋长黄克诚第二天从北京赶到 意外地赞成彭德怀 黄几个星期后承认 他一直因饥荒扩大 而无法入睡 从来终于毛的谭真林爆发了 你是不是吃了狗肉 发热了 这样来劲 你要知道 我们让你上山 是班旧兵 想你支持我们的 其他人也有动摇的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赞扬鹏的姓 虽然他也认为这离语中带刺 7月21日 张文天出人意料地批评毛泽东的大跃进 扔下了一个重磅炸弹 成了转折点 1930年代初期 张文天再是反对毛泽东领导的一派的成员 但后来转而支持毛 作为外交部副部长 他的分量相当重 毛泽东认为他对鹏的支持 是国防部和外交部之间的勾结 张在7月21日讲了几个小时 尽管频繁地受到毛泽东的支持者的质问 和党的套话相反 他在短暂的开场白中对成就置之不理 植入要害 详细检讨大跃进造成的问题 指标过高 作物产量虚假 导致人们死于饥饿 土糕炉成本为5亿元人民币 更不用说作物损失 因为农民们忙着炼铁 而无法下地收割 张浅则诸如全民动员 大链钢铁等荒谬口号 生产经常中断 外国人抱怨中国的产品劣质 国家的生育受损 最重要的是 大跃进根本没有改变农村面貌 总之 我国是一穷二白 社会主义制度 给我们很快转变的条件 但目前仍是一穷二白 张说 毛泽东鼓励把皇帝拉下马 但没人敢直言 因为害怕掉脑袋 最后 他把毛的十个指头的比喻 倒过来用 有人提二八开或三七开 我说是九比一 毛泽东肯定在寻色 他们是不是串通一气 在攻击他的领导 彭德怀指挥军队 周小舟领导一个省 张文天在外交部 有没有更多的对手藏在后面 彭被分配到西北组 是因为他了解甘肃省的情况 他前 十七 几个月曾参观过那里 彭和张多次讨论那个地方出现的问题 随着庐山会议展开 当第一书记张仲良 离开兰州 去参加庐山会议后 他的对手霍维德 说服了省委 省委在7月15日 紧急致函中央 报告数千人死于饥饿 150多万农民遭受饥荒 灾情跨六个县 对饥荒妇 主要负责的是张仲良 他作为省领导 支持虚报产量 争够粮食过头 纵容干部滥用职权 在1959年4月饥荒出现时 没有采取措施 在庐山会议上 毛的最狂热的追随者之一 就这样在主席眼前 被他所在的省委拆台 更多的坏消息 传到毛泽东耳朵里 4月份 彭德怀对东欧进行友好访问 在阿尔巴尼亚和赫鲁晓夫 见了一面 回来后向毛泽东汇报时 彭德怀说了一句笨拙的话 使主席的脸色大变 他说铁拖有数十名亲密战友 逃到了阿尔巴尼亚 铁拖是南斯拉夫的铁腕领导人 敢于反对斯大林 毛泽东肯定认为 彭德评论是对毛的统治 寒沙摄影 几个星期后6月20日 苏联领导人取消了 他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协议 7月18日 赫鲁晓夫在访问波兰波兹南时 公开谴责了公社 他指责那些1920年代 在俄罗斯迫切要求实现公社的人 不懂共产主义 不懂如何建设 刚开始 波兰电台在发表他的讲话时 没有提及公社 几天后 一个完整版本 登在《真理报》上 在细心地观察者看来 像是一个精心策划的 对毛泽东的攻击 在北京 一份中文翻译本几天后 出现在专供领导人阅读的内餐上 但早在7月19日 毛泽东就已经转发一份 驻莫斯科大使馆整理的报告 表明有些苏联干部 正在公开讨论 中国人民因为大跃禁 而死于饥饿的事实 党内敌人 和外国修正主义之间 有没有勾结 赫鲁晓夫的讲话 和彭德怀 张文天对大跃禁的攻击 难道只是巧合 上海的头子科庆师 被张文天的谈话激怒 他敦促毛泽东立即对他的敌人采取行动 李景全也向毛泽东觐见 刘少奇和周恩来于7月22日晚上 觐见毛主席 不过那天晚上 他们说了些什么 不为人知 几个星期后 毛以一种狡黠而聪明的方式 把刘少奇卷了进来 他谈到有些同志 要求更大的言论自由 接着提到刘少奇 他说 刘告诉他 这些声音不是孤立的 有个集团正在向党的路线发起进攻 7月23日 毛泽东发表了持续三小时的漫谈式的讲话 里面既有晦涩的隐喻 又有明确的威胁 矛头对准他的对手 他的发言是这样开头的 你们讲了那么多 允许我讲个把钟头 可不可以 然后 他反驳彭德怀的信 回顾了自党成立以来的所有对党的攻击 警告领导人 不要在危机时刻动 有些同志黎右派 只有30公里之遥 他重复了他三个月前在党的会议上做出的威胁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人先犯我 我后犯人 他说 如果每个小问题都要登人民日报 一年也登不晚 那是什么结果 国家就会崩溃 领导将被推翻 这样一来 一定灭亡 而且应当灭亡 我赞成灭亡 那我就走 到农村去 推翻政府 你解放军不跟我走 我另外组织 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毛承认了对大跃进的整体责任 但他也牵连一系列同事 从首先提出炼钢运动的上海市长柯庆施 负责整体规划的李富春 共同主管农业的谭镇林和廖鲁言 以及他称之为左派的一些省的领导人 无论是云南 河南 四川 或湖北省 毛泽东发出最后通牒 领导干部必须在彭和毛本人之间进行选择 而错误的选择将会给党带来的巨大的政治后果 他的听众都被惊呆了 当毛泽东与他的医生走出来的时候 他碰上了彭德怀 彭部长 我们谈一谈 毛泽东见一道 彭德怀被激怒了 没有什么可谈的 不必谈了 彭回答说 用右手做了个一刀两断的动作 8月2日 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简短 而猛烈的开幕词中 为此后的两个星期定了基调 初上庐山有一种空气 说没有民主不自由 不敢讲话 有压力 当时不知道什么事情 摸不着头脑 不知所说的不民主 是为什么 前半月是神仙会议味道 没有什么紧张局势 后来才紧张起来 他们要言论自由 紧张局势 就是要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 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 要有批判总路线的言论自由 以批评去年为主 也批评今年的工作 说去年工作都做坏了 基本做坏了 现在庐山会议 这个时候不是反左的问题 而是反右倾 是右倾机会主义 向党的领导机关 向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 社会主义事业 猖狂进攻的问题 毛告诫他的同事说 有一个必须做出的艰难选择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我们是希望团结 还是希望破裂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各小组对彭德怀 张文天 黄克成 周小周 等发起猛烈进攻 追逼每一个阴谋活动的细节 在一系列紧张的对峙 和交叉审讯中 反党集团不得不进行 详尽的检讨 交代自己的历史 他们之间的关系 每一次交往的细节 李景全 曾希胜 王任仲 和张仲良等省级领导 已经在有关饥荒的指控中 受到打击 不需要再 动员他们去反击那些 使他们声名狼藉的人 林彪像别人一样凶猛 他面容憔悴 谢鼎 在内战时 摧毁了国民党 在东北最精良的部队 几个月前林刚 被毛不动声色地 提拔为党的副主席之一 他患有各种恐惧症 怕水 怕风 怕冷 经常打电话请病假 过着严蜀般的生活 但在庐山他支持毛主席 指责彭德怀是野心家 阴谋家 伪君子 他用嘶哑的声音说 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 你我离得远得很 不要打这个注意 刘少奇和周恩来 也起了作用 两人都怕失分 而且 如果毛决定 退却的话 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 都可以因为治国无方 而受到指责 刘少奇 曾积极支持大跃进 并因为他的忠诚 而获得回报 在四月份 被晋升为国家元首 他认为自己是党的继承人 因此不想添乱 在毛发作后 刘变得如此紧张 增加了安眠药 有一次 他过量服用 在卫生间里瘫倒 但他定了定神 在八月十七日 集会议的最后一天 向一条 摇尾起怜的哈巴狗 为毛泽东 歌功颂德 周恩来总理 负责国家的日常事务 如果彭德怀胜诉 他将不得不对 灾难性事件负责 他个人也有理由 认为自己 受到了这位老师的威胁 黄克诚在被审查时透露 几年前彭说过 作为政治家 周太软弱 不能挑重担 但周支持毛的最主要原因是 他很早就做出决定 永远不得罪毛主席 他从数十年的残酷政治斗争中发现 效忠于毛 是保住权位的关键 一年多前 毛在南宁披过他 他的地位已经被削弱 不能再惹主席生气了 因此 对一切受到彭德怀威胁的领导人来说 毛泽东是他们结成不稳定联盟的中心 没有这些领导人的支持 毛可能占了上风 随着会议的进展和批评不断升级 公开反对毛泽东的人 渐渐被打垮了 直到他们坦白认罪 彭承认 他的信和 他在会议初期提出的意见 不是孤立的 这是反党 反人民 反社会主义性质的 诱卿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于8月11日再次发言 特别针对彭德怀 你说华北会议操了你40天的娘 你在这操20天不行 还道歉20天的账 现在满足你的要求 40天我 还要加5天 敬你骂 满足你这个操娘的愿望 不然欠了你的账 毛泽东声称 彭和他的支持者 是资产阶级民主派 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派 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从而剥夺了他们的地位 把他们列入资产阶级的行列 在5天后的闭幕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 毛泽东的对手被定性为 阴谋反对党 国家和人民 未来几个月 一场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 就要横扫全国了 第十三节 残酷斗争 军队受到清洗 林彪 这个可以靠他查出军队中 任何反对思想的人 因为在庐山的表现受到了奖励 取代了彭德怀 林知道 讲出农村的真相太天真了 注定要倒霉 所以对毛主席阿谀奉承 但私下里 他比彭尖锐的多 他在日记 后来被红卫兵超出 中说大跃进是空想 一塌糊涂 一个领导人的内心世界 和他的公开声明之间 居然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全国上下 随着清洗运动的展开 党的干部们 竞相证明自己 对主席和大跃进的忠心 基调是由上面定的 彭真为这场斗争敲锣打鼓时 使用了后来文革那种语言 批判要深刻 无非是战友 同事 夫妻关系 要按原则办事 负责农业的狂热的谭震林 指出 敌人盘踞在最高层 这次斗争 要同老战友分家 至1959年年底 仅仅在北京 就有数千名高层官员 被作为整肃对象 其中包括了 300名中央委员会成员 一级的官员 占高层干部总数的10% 其中有60多人 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们之间 许多是老革命 但领导解释说 必须把他们坚决打倒 否则社会主义建设大业 将毁于一旦 全国各地 那些对大跃进发表过 保留意见的人 都受到追究 在甘肃 张仲良一回兰州 斗争就开始了 霍维德 宋良城等向庐山送子弹 发毒箭的人 被打成反党集团 全省有一万多名干部 被揪出 张的反对者 在给北京的信中反应 该省普遍吃不饱 张在给主席的信中却说 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 变化很大 粮食问题也是如此 目前全省下普遍丰收 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收割完毕 秋天生长很好 丰收再旺 后来 在1960年 他的省变成人间地狱之后 他再次写信解释饥荒死亡 归咎于反党集团的领导 维德 张把这种大规模死亡 轻描淡写地称为 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的关系 大约进路上的绊脚石都被扳开 在云南 工商厅副厅长 因批评粮食短缺和人民公社 以及在播放毛泽东讲话录音时 打呼噜而被革职 在河北 水利厅副厅长 因为对炼钢运动中拆毁暖气片 是否明智表示了怀疑而被清除 一些反对公共食堂的领导人 被指责放弃社会主义 和复辟单干政策 安徽省副省长张凯帆 和他的盟友被解除职务 毛泽东怀疑 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 他们蓄谋破坏无产阶级 类似的高级干部 被清洗 专政 分裂共产党 在党内组织派别 也发生在福建 青海 黑龙江和辽宁等省份 设法补救大跃进恶果的领导人 被革职 经常持谨慎态度的湖南省委 第一书记周小舟 受到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攻击后 已在1958年 对虚报产量做出妥协 但他在视察中 一有机会就遏制当地干部蛮干 在常德 他公开批评粮食产量作假 他怀疑供给制 有个妇女向他抱怨当地食堂 他建议他退出食堂 回家自己做饭 他直截了当地 拒绝让湖南人 遵循麻城树立的榜样 认为卫星田是不切实际的 在宁乡 他发现只有妇女在田里干活 就要求把男人从土高炉召回 他在里县批评小学搞勤工俭学室 狗屁 尽管他尽了力 但是无力回天 许多地方干部 还是出于信念或野心 去赶大跃进的浪头 但是 总的说来 湖南比毛泽东的马屁金王任重领导的邻居湖北的情况要好 毛泽东的专用列车 1959年5月 就在庐山会议之前 停在武昌时 这个城市的状态非常糟糕 即使在毛泽东下榻的宾馆里 也没有肉 没有香烟 蔬菜极其有限 毛泽东的故乡 湖南省长沙则不同 仍然有露天的餐厅在营业 周小周对裴毛泽东到长沙的对手王任重说 湖南被批评 没有向你们干精大 看看湖北吧 没有香烟没有茶 你们去年用完了所有的储备 今天 我们也许穷 但至少还有储存物资 一回顾当年 周可能树敌太多 在一党专政的残酷环境中难以生存 作为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 他在庐山全会后立即被清除 从而未像张平化那样 愿意紧跟毛泽东的领导人铺平了道路 结果是使湖南居民同样挨饿 在疯狂的斗争中 所有不同意大跃进的意见被一扫而光 使农民更容易受到党的赤裸裸的权力的伤害 每一级 从省到县 县到公社 公社到大队都进行了无情的清洗 把温和的干部换掉 代之以更强硬更无良的干部 后者整装待发 走马上任 谈官相庆 1959年至1960年 约360万党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或作为右倾清除 而党员总数 反而从1959年的1396万人 篡升至1961万1738万人 在一个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的伦理世界里 很多人甘愿成为主席的工具 昧着良心 但求自保 如果领导层1959年夏天在庐山扭转局面 饿死人的数目应该可以控制在七位数以内 不再蔓延 但实际情况是 整个国家继续向灾难进军 因为劳累 疾病 惩罚和饥饿而死亡的生命达到了八位数 以人民为敌的战争终于在全新的层面上展开 而领导层则别过脸去 若无其事 中苏日益扩大的分歧 成了对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浩劫 可以心安理得 若无其事的借口 第十四节 中苏分歧 米哈耶尔 科罗契科在1960年7月16日 收到被召回的电报 和大约1500名苏联顾问 和2500名家属一起 他奉命收拾行李并离开他在北京的大使馆 他的东道主礼数周到 奉命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并用一切手段取得俄国人尚未提供的技术资料 在欢送宴会上 外交部长沉意热忱地感谢他们的巨大帮助 并祝愿他们身体健康 但有个苏联代表尖酸的抱怨说 我们为你们做了这么多 你们还是不满足 自从毛泽东两年前炮击金门和马祖 引发一场国际危机后 赫鲁晓夫开始重新考虑 是否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 苏联和美国的和裁军谈判 促使他拖延履行他的承诺 1959年6月 他终于取消原来的承诺 1959年9月下旬 在美国和苏联的首脑会议上 赫鲁晓夫同意将苏联军队的总人数 减少1万人 寻求与美国进一步和解 几个月后 赫鲁晓夫访问北京 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时 关系进一步恶化 苏联代表团与东道主 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冲突 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界争端 莫斯科试图充当中间人 而不是支持其盟友北京 在1960年春天 北京开始公开向莫斯科 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挑战 用越来越难听的语言 谴责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和他屈从于帝国主义的企图 被激怒的苏联领导人进行报复 将所有的苏联顾问撤出中国 苏联专家的撤出 为毛泽东是一个打击 这导致了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的瓦解 多数大型项目被取消 高端军事技术的转让被冻结 如张荣和John Holiday 在《毛泽东显为人知》的故事 一书中指出 中国人本来可以从这些项目的取消中受益 因为现在只需要用较少的食物出口 去支付昂贵的项目 但是 尽管协议还款期限为16年 毛泽东却坚持提前还账 延安时期那么困难 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 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得多了 要勒紧腰带 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 早在1960年8月5日 苏联专家还没有完全离开 各省级领导人就接到中央电话 说 国家出口的不够 还欠苏联20亿元人民币 要尽一切努力 在两年内还清债务 必须通过尽量增加粮食 棉花和食用油的 出来达到这个目的 向苏联提前还款的真正规模 到底多大 直到在北京外交部的 档案打开时才真相大白 在那里 有一群会计师 记录了关于汇率变化 卢布的黄金含量的变化 贸易协定重新谈判 和利率计算 如何影响苏联债务的详情 这些记录表明 莫斯科在1950年至1955年 不包括利息 借给北京 约96860万卢布 在苏联专家召回时 尚有43030万未偿还 但因为贸易赤字 在随后的几年 又借了更多的贷款 至1962年底 北京所欠的总额为 14万07百万卢布 12万7500为贷款 加上估计为 13200万的利息 其中12万6900万 在1962年摊销 换言之 虽然债务总额 从96800万卢布 提高到14万07百万 中国在1960年至1962年 成功地还掉了大约5亿 在此期间 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 死于饥荒 实际数额可能更大 因为1960年提供的数字 不包括利息 而这大概也要偿还 但即使我们允许 10%的校正值 事实上 仍有大量资金 用来支付给苏联 1960年约 16000万卢布用来还债 而在1962年约 17200万卢布用来还债 1961年的数字丢失了 很可能不相上下 大量出口也被用来贪销债务 这意味着 中国在1962年年底 欠苏联只有1.38亿卢布 中国坚持在1963年 支付9700万 在1965年长清债务 问题在于 俄罗斯从来没有要求加速偿还 相反 他们在1961年4月同意 2.88亿卢布的未付余额 应作为一个新的信贷 可以在4年之内还倾 在1962年的第一笔付款不超过800万 由于贸易赤字的延期偿付 被视为一个计划外的贷款 它实际上意味着 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 从苏联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援助 全体专家的撤出 对经济的真正伤害 其实很轻微 因为农业方面的专家不多 而且 即使一些工业项目 因为外国专家的撤离而被延误 当时中国自身经济已经深陷困境 但是 毛信口指责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崩溃 应该负责 创造了一个持久的神话 即饥荒来自偿还苏联债务的压力 早在1960年11月 中国就借口苏联召回专家 导致自然灾害 以及对整个经济的巨大伤害 以此来向东德解释 为什么交付粮食不得不推迟 1964年 莫斯科外交政策的主要理论家米哈伊尔 苏斯洛夫指出 中国声称 苏联应该对中国的饥荒负责 直到今天 当问及幸存下来的普通鸡鸣 是什么造成了大饥荒 他们也几乎总是认为 是苏联造成的 靠近香港边界的杀井的一个农民 在最近的采访中 这样解释饥荒 政府欠苏联好多钱 需要还债 因此 所有的产品都要上交 所有的牲畜和粮食 都必须交给政府 去还苏联的债 苏联强迫中国还债 外国顾问的撤离 有没有使中国加快 采取了应付饥荒的政策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 没有人看到 赫鲁晓夫被认为是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夜之间 苏联领导人 失去了在中国的一切影响力 尤其对上司感到不满的 是当时在北京任职的俄罗斯外交官 例如斯杰潘 切尔沃年科和列夫 德柳辛 他们津津乐道 自己国家与中国的特殊关系 以及他们自己所起的桥梁作用 赫鲁晓夫本人 当然没有这样的目的 他可能期望 中国低声下气 回到谈判桌上来重新谈判 对苏联更有利的条款 但无论他是否打算这样做 赫鲁晓夫的举动 的确进一步孤立了毛 当时正有大规模饥荒的报告 从全国各地蜂涌而来 事实上 毛在1960年夏天 变得如此抑郁 他把自己困在床上 似乎没有能力对付不利消息 他在撤退 试图走出僵局